我妈一生为人大大方方 我爸要把外面养了十几年的私生子接回家 我妈豪爽一笑 那就大大方方的接呗 都是一家人 私生子回来后花天酒地 被我爸斥责 我妈温柔替他开拓 孩子想完就大大方方的玩呗 会玩的孩子才聪明 私生子故意搞还我的项目 被我爸听卡惩罚 我妈马上拿出自己的副卡给他使用 大大方方的使劲花 孩子能搞砸项目 那是他有本事 最后在我妈的捧杀下 私生子跟我爸反目成仇 将他当作唯一的亲马 我妈却转走所有财产 得意洋洋 算计 咱也得大大方方的算计 我爸把那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 带到我跟我妈面前的时候 我和我妈对视了一眼 只一眼 我和我妈便心意相通 我爸笑眯眯地将男孩推到我妈面前 要阻 快叫人 男孩哼了一声 一声的反骨 我不叫 我爸扫了我妈一眼 立刻陪笑 这孩子有点认生 我说说他 我妈已经说回了神色之间的了然 微笑着问道 老周啊 这位是你亲戚家的小孩吗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 我爸看了看我妈 又看了看我 愧然一叹 景韵 我跟你说实话吧 要总是我的儿子 我妈虽然已经猜到了 但我爸亲口说出来 他谋底还是闪过一抹失望 见我妈没说话 我爸又拿出那副温润如玉的模样 景韵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当年你生下男男之后 伤了根本 不能再生了 所以我就 咱们家这么大的家业 还是要有个男孩继承 不是吗 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那是我们家的家业 你找个外人来继承是什么意思 我爸怒视着我 大人说话 小孩少插嘴 我妈看向我 言声说道 你爸说的对 男男 你不能这么跟自己的爸爸说话 给你爸道歉 我虽然抗拒 但还是按照我妈说的做了 我妈则怪的撑了我爸一眼 你说你 接儿子回来就直接说 还骗我说出差 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要接就大大方方的接呗 都是一家人 我爸一脸喜色 一把抱住我妈 景韵 我就知道 你是个知书达理的女人 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 是我这辈子的造化 我妈轻轻推开我爸 行了 先让人给儿子准备房间 然后他拍拍周耀祖的肩膀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千万不要拘谨 大大方方的 周耀祖轻蔑地看了我妈一眼 大大方方上楼去了 我爸跟了上去 晚上 我来到我妈的书房 他还在工作 我心疼地安慰他 妈 你别难过 你还有我 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 我妈的难过 显然已经过近了 现在只剩下对我爸的失望 我知道 他曾经是全心全意爱过我爸的 不然也不会不顾家人的反对 跟我爸这个一无所有的男人结婚 笑了笑 我妈轻轻拍得拍我的脑袋 妈妈不难过 她摸底闪过一抹深意 看了我一会儿 严肃地说道 接下来妈妈说的话 你要牢记在心 第一 不能恋爱脑 不要不妈妈的后尘 第二 罐子如沙子 第三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气深远 记住了吗 我重重点头 记住了 也完全明白 第二天一早 我又在餐桌上 看到周耀祖 我妈笑咪咪地问 耀祖今年18岁了吧 读哪所大学呢 这句话突然就刺激到了周耀祖 他摔下筷子 猛地站起身 指着我妈暴躁地问道 关他妈你什么事 你是不是瞧不起 老子没考上大学 我爸吓了一跳 连忙拽住周耀祖 你怎么跟你阿姨说话的 阿姨也是关心你 还不快点跟你阿姨道歉 周耀祖扬着下巴 看上去很牛逼的样子 要老子道歉 不可能 我爸焦急地看了我妈一眼 就怕我妈生气 可我妈却和蔼温柔地笑了出来 老周 耀祖是男孩子 有个性 不肯低头 很正常 你别总是让孩子道歉 你要知道 男人的头颅可是很高贵的 不能轻易低下去 文言 我爸紧张的脸色 瞬间轻松了下来 他笑着坐下 连连点头 你说的没错 我妈又含笑 看向周耀祖 柔声道歉 是阿姨不好 阿姨不了解具体状况 以后不问了 周耀祖没想到 我妈竟然会这么平易近人 愣了一下 随即坐下来 冷哼了一声 我妈转头对一边的佣人说 给大少爷再拿副筷子 我爸健壮 腰板也挺直了 我故作生气 妈 他态度那么恶劣你 干嘛对他那么好 他又不是你儿子 我爸刚要开口 就被我妈清冷严肃的声音打断了 周楠楠 你怎么说话的 谁教你这么没礼貌 药族可是你爸的亲生骨肉 就是你的弟弟 给你弟弟道歉 我不甘心地咬着下唇 我爸轻蔑地看着我 楠楠 你妈说的话你没听到吗 赶紧给你弟弟道歉 你态度好点 你弟弟以后也会对你好的 不然等你弟继承了家业 你小心他以后把你赶出去 我是不会管你的 毕竟我周震强的孩子 必须讲规矩懂礼貌 我摔了筷子起身就走 身后传来我妈的声音 不用管他 我看他就是不额 药族 你多吃点 我爸的声音紧接着响起 药族啊 你没考上大学可不行 将来你要继承咱们家公司 不上学就什么都不懂 这样吧 你复读 复读 周药族声音上扬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念书 我不去 我爸拍了一下桌子 言声道 不行 你必须上学 老周 我妈则怪道 你干什么对儿子这么凶 周药族语气坚决 反正我绝对不去上学 我妈柔声笑了笑 好 药族不想上学 咱们就不去 就算药族什么都不会 难道咱们家的钱 还不够他花一辈子的 药族 你别听你爸的 他根本不懂你们这些年轻人 以后你有什么要求 尽管跟阿姨说 大大方方的 千万别跟阿姨客气 我低头勾起唇角 随即迈不离开 刚到学校 我最好的朋友林乔 便对我看了一则新闻 并问 这是真的吗 你爸爸私生子带回家去了 我拿过林乔的手机 身后又传来其他同学的声音 周楠楠 你家又上新闻了 不过这次不是财经新闻 是八卦板块 你爸真给你弄了弟弟啊 林乔转头对道 你们几个别说风凉话了 还是回去 问问你们爸爸外面 有没有私生子吧 那些人无所谓的说道 有就有呗 周楠楠就不同了 私生子都登堂入室了 这是不是代表私生子 马上就要上位了 周楠楠 那你以后的身家 岂不是要缩水了 谁让她是女孩呢 不过商阿姨可不是普通女人 有的是手段 那私生子 估计没几天好日子了 路头就秒 闭嘴 林乔瞪了他们一眼 转回身 胳膊轻轻撞我几下 哎 你别担心 锦韵姨会搞定的 我叹了口气 你不知道 我妈对那个私生子可好了 比对我都好 林乔难以置信 她心里反而有些担忧 她都这么了解我妈 更何况是我爸呢 万一我爸看出 我妈是在捧杀怎么办 我继续看网上的八卦新闻 网友们热烈讨论着 商锦韵可是出了名的女强人 有雷霆手段 估计这私生子活不了几天了 支持商锦韵弄死私生子 顺便把私生子爸爸也弄死 冷知识 周震强是坠续 强如商锦韵 也栽在了男人这一环节 我有些疑惑 我爸昨晚才把周耀祖带回家 今天上午新闻就出来了 是谁放出的消息 我爸妈 他应该没傻到 对外宣布他出轨 有了私生子吧 中午 我和林乔去食堂吃饭 一进去就吸引了大部分人的视线 我以为只是因为网上的八卦 直到我们班有个见刺子的男生 直接把他的手机递给我 直接对我贴脸开大 周楠楠你看 这个女人是不是在说你家的事情啊 他就是你爸的小三爸 我扫了眼他的手机屏幕 只见直播间里 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正对着镜头哭得梨花带雨的 我现在根本见不到我的儿子 那个狠心的女人 硬生生分开我们母子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 才来求助网友们的 请大家帮帮我 我真的不放心 我儿子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我儿子一定会出事的 其实他一直都嫉妒 我生的是儿子 而他只有一个女儿 女人的嫉妒心是很可怕的 我真的很担心我儿子会出事 我深吸一口气 压下心底的怒火 自己找到直播间 还好直播间里的评论 都是正常的 你害怕你儿子出事 那你陪你儿子一起去死啊 我们是什么很贱的人吗 要帮你这种小三 你代表不了女人 极度的只有你自己一个人 滚吧 屏幕保护了你 小三赶紧去死 看着网友们骂得直白 我也爽了点 但这还不够 到下午的时候 这件事的热度 已经一起绝尘了 纷纷登上了 各大平台的热搜榜第一名 基本上全都是骂那个女人的 有几个帮那个女人说话的 也被网友们给图了 大家都说 帮那个女人说话的 不是卑贱的凤凰男 就是小三 林乔说 我妈还让我安慰安慰你呢 怎么闹出这么大阵仗 你赶紧跟你妈说 花钱撤热搜啊 撤热搜不对啊 林乔都能想到撤热搜 我妈不可能想不到 除非我勾了勾唇 轻拍林乔的肩膀 别担心 林乔白了我一眼 你看上去 倒是一点都不担心 合着我是你身边 那个着急的太监呗 我笑嘻嘻地抱住林乔 随即又叹了口气 烦躁地说道 你都不知道 我妈对那个周药祖可好了 比对我这个亲缘还好 我说什么也不管用啊 反正有我钱花就好了 剩下的我不想管了 林乔没心紧促 万一你家公司 落到那个周药祖的手里怎么办 你觉得他会给你钱吗 不是 紧运一是怎么回事啊 我可怜巴巴的别别嘴 万一我真没钱了怎么办 林乔默默看了我一会儿 叹息着摇摇头 随即抱住我安慰道 你放心吧 还有我呢 我不会不管你的 我心里一暖 瞧瞧 你真好 可我现在不能跟他说实话 我和我妈的计划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傍晚五点多 我下课回到家 刚走到玄关门口 就听到了一阵哭哭啼啼的声音 我求求你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你要怪就怪我 千万不要对我儿子动手 我立刻开门进去 就看到我爸那个小三蒋文 跪在我妈面前 周药祖站在一边 不耐烦地看着他妈 烦躁地说道 你能站起来吗 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下跪 干净起来 别在这丢我的人了 蒋文微微一顿 我妈则在沙发上坐下 冷声开口 你听到了 连药祖都觉得你丢人 你让外面那些人怎么想 蒋女士 你也该给药祖想想啊 你把这件事情闹大 到底对你有什么好处 现在大家都知道 药祖有一个小三妈妈 我刚要把她介绍到 那些富二代富三代的圈子里 你这么一闹 他们还能看得起药祖吗 文言 我爸坐不住了 那 那怎么办 景韵 你赶紧把新闻压下去 我妈摇了摇头 现在压下去有什么用 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而且现在大家都在传我虐待药祖 连带着公司的骨架都下跌了 公司是要留给药祖的 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药祖可就一无所有了 那怎么行 周药祖用看仇人一样的眼神 看着他妈 都怪你 你闹成现在这样 要是收不了偿 我就什么都没了 你能陪我吗 蒋文原本也是一脸焦急的表情 生怕自己的儿子失去一切 却在受到周药祖的指责时 脸上表情都僵住了 我妈有些为难的说道 药祖 她毕竟是你亲妈 你不能这么跟她说话 虽然我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把事情闹大 或许是想跟我争夺你吧 虽然我一直都很想要一个儿子 可是你到底不是我亲生的 我知道我没有资格争你 实在不行 你就跟你妈走吧 你在她身边也让她放心 我才不跟她走 周药祖打断我妈的话 嫌弃地看着蒋文 她什么都没有 我跟着她还不得吃苦 我妈苦口婆心 药祖 她是你妈妈呀 周药祖冷眼看着蒋文 轻蔑地说道 一个勾引别人丈夫的女人 不配做我妈 蒋文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几乎要崩溃 药祖 我是你妈呀 你赶紧走吧 别在这多人现眼了 蒋文痛心疾首 哭着走到我爸面前 郑强 你也不要我了吗 我爸余光扫了眼我妈 不耐烦地说道 让你走你就走 赶紧滚 蒋文还是不甘心 你也这么对我 你说你爱我 我爸抬手就甩了蒋文一个耳光 滚 你 蒋文捂着脸颊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给你生了儿子 我爸不再跟蒋文多说一句话 直接叫来保安 将蒋文丢出去 又连忙安抚我妈 景韵 你千万别生气 我怎么还会喜欢他 他到底是耀祖的亲生母亲 我妈心疼的看着周耀祖 我只是担心耀祖 他闹得这么大 以后耀祖还怎么有脸 在上流圈子里混啊 岂不是所有人都会笑话他 周耀祖转了转眼珠子 跟我爸说 爸 把那女人送走吧 我爸只是沉默了一瞬 便点点头 就这么办 我妈拿出一张银行卡 递给周耀祖 这里面有五十万 以后每个月 我都会给你五十万的零花钱 耀祖 你别伤心了 周耀祖盯着银行卡的眼睛都亮了 一把接过去 顿了一下 笑着跟我妈说 阿姨 谢谢你 以后你就是我亲妈 真是给钱就是娘 我朝我妈伸出手 我也要 凭什么我每个月就只有三十万块钱 我妈抿了抿唇 不悦的开口 你一个女孩子 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周楠楠 你不许任性 以后好好对你弟弟 毕竟你弟弟以后是要继承公司的 要是他以后把你赶出周家 我可不管你 我哭着往楼上跑 我爸说 锦韵啊 你也不用这么说喃喃吧 我妈笑了笑 我知道 但她现在这么不听话 我肯定是要管她的 我爸赞同道 也是 我妈开始经常带周耀祖 出入各种场合 虽然没有正式官宣 但现在各种八卦新闻都在传 我妈已经彻底接受周耀祖了 自从我妈说 每个月都会给周耀祖五十万之后 她对我妈的态度也越来越好 周末 我妈把我带到她的私人庄园里 我们母女俩 这才有机会单独说话 也不用担心被别人听到 妈 没想到那个周耀祖这么好拿下 我爸平时不给她钱吗 五十万她就对你改变态度了 我妈正在醒红酒 文言漫悠悠的抬眸看了我一眼 哪那么容易 我现在的道行 当然不能跟我妈比了 但我也懂 我也知道周耀祖是为了钱才讨好你的 但这不是正好吗 我妈放下酒瓶 起身拿了两个文件夹递给我 这两个 你看一下 下周末考你 我妈这是要培养我接手公司的事情了 越是这个时候 我越是不能拖我妈的后腿 我点点头 接过文件夹 我跟我爸说我周末去林乔家 所以这两天 我可以安心跟我妈待在一起 本身我就是学工商管理的 再加上我妈手把手教我 我有信心 我会很快就能上手 一直到周末傍晚 我才回家 我妈这会儿还在公司没回来 快点七点的时候 我妈回到家 我爸也回来了 没看到周耀祖的身影 我爸不悦的醋眉 直接给他打了电话 你怎么还没回来 不是让你今晚早点回来吗 赶紧的 电话那边 周耀祖不知道说什么 我爸立声道 给你半个小时 赶紧回来 我妈劝道 你就不能对儿子温柔点吗 四十几分钟之后 周耀祖回来了 我爸把周耀祖拉到我妈面前 景运啊 耀祖年纪也不小了 既然他不肯上大学 也不肯出国留学 那就让他早点进公司锻炼吧 也好早点上手接管公司 你知道的 你一直那么忙 都没时间陪我 等耀祖上手了 你就退下来吧 到时候咱俩一起环游世界 我妈欣慰的说道 耀祖要是肯帮我 那当然好了 只是管理一家公司 实在是太累了 还没有自由 叹了口气 我妈又看向周耀祖 这样吧 耀祖 你明天先跟阿姨去公司 熟悉一下环境 周耀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掏出手机玩游戏 我不去 我爸恨铁不成钢 让你去公司 还不是为了你好 周耀祖不耐烦 我才十八岁 你这什么急 我还没完够呢 你 我爸咬了咬牙 立声道 你明天必须给我去公司 我妈挡在周耀祖前面 老周你干什么 耀祖不想去就不去 难道他一辈子不工作 我还养不起他吗 可是 你别可是了 耀祖这个年纪正是完的时候 难道你想让他像南南那样 一天就知道死读书 我看南南读书都读傻了 一点耀祖身上的灵气都没有 我妈说完 又转身对周耀祖说 耀祖 你别听你爸的 他根本就不了解年轻人 再说了 你才十八岁 还是个小孩子 这什么急 钱还够不够 不够就跟阿姨要 你别听阿姨说 每个月给你五十万 你花光了就不敢再要了 千万别跟阿姨客气 阿姨把你当成自己儿子的 周耀祖文言 连刚开的游戏 都不管了 站起来说 阿姨 你能给我买辆车吗 我最喜欢兰博基尼 我妈笑弯了眼睛 你想要车不早说 车库里有的是车 你想要开哪辆 就开哪辆 周耀祖诧意又惊喜 真的 跟你爸要钥匙 你爸那可都是好车 随便开 那些车都是 我妈给我爸买的 我爸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是年轻公子哥那些爱好 他都染上了 车呀 表啊 我妈喜欢他 给他花钱 他也开心 周末的时候 我妈还跟我说 那句话一点都没错 给男人花钱倒霉一辈子 其实我倒不觉得 我妈是恋爱脑 只是我爸前妻太会演戏了 我听我妈说 那个时候 我爸是高冷校草 虽然家境清贫 但是学习好 学校好多女生都喜欢他 是我妈追求的我爸 不得不说 我爸这张脸是真好看 即便四十了 也是风韵有存 现在看来 漂亮的男人啊 还真是红颜祸水 我爸非常爱护他的车 听到我妈这么说 想都没想 就说不行 他一个小孩子 没轻没重的 万一把我的车弄坏了怎么办 我妈都没用周耀祖开口 弄坏了我再买 周震强 你是怎么回事 耀祖可是咱们儿子 你怎么对自己儿子还这么吝啬 周耀祖冷哼了一声 他呀 小门小户出身 底色是改不了的 我爸整个就是一个气急败坏 周耀祖你说什么 你现在怎么这么没教养 他儿子对着他吼 现在想我没教养了 我长这么大 你管过我吗 你除了给我点钱 你还干什么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知不知道 我今天出去 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说我爸就是个没用的凤凰男 还说我跟你一样 草 老子才不跟你一样 我爸气得脸上的肉都在抖 抬手又要打周耀祖 我妈一把将周耀祖 拽到自己身后 老周 儿子就是要开你的车 你至于吗 我都说了 开坏了我再买 还是阿姨大气 周耀祖现在有我妈给他撑腰 连他爸都不怕了 从他身上我看得出来 他是怎么被脚能惯着长大的 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 我妈将我爸放车钥匙的地方 告诉了周耀祖 让他自己上楼去拿车钥匙 我爸坐在沙发上 应该是伤自尊了 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说 明天我还是回公司吧 其实之前我爸一直在公司 后来什么都做不好 还总是被公司的股东和高层嘲笑 他就不再去了 别看我爸读书好 是他们村里唯一的大学生 但也就读书好了 商场上 他连我妈的十分之一都不如 在公司里我爸根本成不了什么气候 我妈索性就同意了 周耀祖选完了钥匙下来 我先开兰博基尼 我最喜欢的车子就是兰博基尼了 我妈笑咪咪的冲周耀祖招手 耀祖 你来 阿姨有事跟你说 周耀祖在沙发上落座 我妈提议 老周啊 虽然耀祖不肯去公司 但是公司的股份得给他吧 我爸眼睛也亮了 这是自然的 公司早晚都是耀祖的 当初我妈成立公司的时候 还给了我爸10%的股份 那个时候 还是收回股份的时候了 我坐在一边 等着插嘴的机会 就听到我爸说 这样吧 我们两个一人 给耀祖5%的股份 什么 我爸站起来 我也要给 我手里一共就10% 给他5% 那我岂不是还没有他的股份多了 我妈倒吸了一口气 老周 你怎么还跟自己儿子争啊 难道你的不就是耀祖的吗 你在外面还有其他孩子 周耀祖的视线 猛地砸到我爸的身上 怎么可能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爸沉思了一会儿 点点头 也对 反正以后都是耀祖的 行 一人给他5% 我终于等到插嘴的机会了 我也要 我妈严厉的指示着我 才是个女孩子 手里不是有7%的股份吗 你还要那么多干什么 你就是偏心他 我讨厌你 我跑到我爸身边坐下 抱住他的胳膊撒娇 爸 那你给我3%好不好 我也想要10% 我爸想都没想 就直接甩开我的手 你妈说的对 你要那么多股份干什么 我任性的 我不管 反正周耀祖有多少 我就要有多少 周耀祖大啦啦的坐在沙发上 敲着二郎腿 吊儿郎当的 你能跟我比吗 你是个女孩 将来是要嫁出去的 我咬着下唇 硬挤出一滴眼泪出来 这也是我家 爸 你要是不给我的话 我也直播 说你重男轻女 你敢 我迎上我爸愤怒的视线 你看我敢不敢 其实我也挺委屈的 哪有女儿在得知自己的爸爸 不爱自己的时候 能立刻就接受现实呢 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 我伤心地看着我爸 爸 我也是你女儿 你真的要这么对我吗 这太不公平了 我爸默默看了我一会儿 叹了口气 点点头 行 给你 但你手里有10%就行了 以后不许再多要了 他轻拍着我的肩膀 男男 你是女孩 等你嫁出去了 那就便宜别人家了 这10%够了 我一下子扑到我爸怀里 爸 还是你对我好 我妈言声道 不行 女孩子 爸 我晃着我爸的胳膊撒娇 你看我妈 你是一家之主 你说的话他都不听了 我爸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直夸我是贴心的小棉袄 并坚持到 我已经决定了 给男男3%的股份 我虽然从我爸那里 拿回了3%的股份 但我还是担心 给周耀祖的股份 会肉包子打狗 我妈却并不着急 一副稳坐钓鱼台的超然姿态 周耀祖到底才18岁 抵抗不了外面的花花世界 她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我点点头 我妈又说 来 开始考试了 对于我妈的提问 我全部对答如流 可我妈却依旧不满足于此 又给了我一个项目 再给你一周时间 你试着做一份方案给我 至于周耀祖那边 我妈已经给周耀祖 介绍了几个朋友 都是圈子里有名的玩裤子弟 一天到晚除了吃喝玩乐 不会别的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周耀祖自然是开心了 果然不出半年 周耀祖就彻底沉浸在了 这纸醉金迷的生活里 身边的女人也是 换了一个又一个 当一个网红 大着肚子找上门的时候 我爸终于爆发了 周耀祖 这都是第几个了 你才多大就弄出私生子 你这个形象 以后还怎么接管公司 面对我爸的跳脚 周耀祖却显得很平静 甚至还不耐烦地 摆了我爸一眼 事实证明 男人也受不了冷暴力 我爸一把抓住 周耀祖的后衣领 你给我站起来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这件事你自己解决 再这么下去 我看你就要成为废物了 周振强 我妈快不从楼上下来 推开我爸将周耀祖 拽到他身后 形成互独自的姿态 耀祖是我的儿子 就算是废物 我也养他一辈子 我爸怒不可遏 他都闯出这么大的祸 你还向着他 耀祖算是省心的了 你到底怎样才能满意 我妈气愤又失望 我算是看出来了 耀祖做什么 你都看不上他 恐怕在你心里 他早就是个废物了吧 我爸说不过我妈 抬手就把我妈推到一边 你走开 我今天 妈 周耀祖眼疾手快过去浮纹我妈 气冲冲的上前 用力推了我爸一下 你敢对我妈动手 这半年 因为我妈对周耀祖的 极致宠溺 已经到了溺爱的地步了 周耀祖早就改口叫我妈 妈 至于我爸 他动不动就挑周耀祖的毛病 周耀祖干什么他都不让 周耀祖那个性格脾气 就是越管他他越烦 也根本不管是不是为他好 现在在他眼里 我爸就是他的仇人 我妈哽咽道 老周 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耀祖 我们上楼去 你放心 孩子的事情妈帮你解决 这半年多 我妈已经帮周耀祖 擦了好几十次屁股了 见我爸要拦着 我立刻过去扶住我爸 等我妈和周耀祖上楼了我才说 爸 你别生气 我爸胸口剧烈起伏着 这个混小子 现在越来越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还敢对我动手了 我还不是为了他好 我轻拍我爸的后背安抚 爸 你还有我 反正我妈现在 心里只有他那个儿子 我对我妈也很失望 以后我就只有你这个爸爸了 我爸看着我 这才欣慰了一点 还是女儿好 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我做出忧愁的表情 爸 我有点担心 我爸微微一顿 你担心什么 我往楼上看了一眼 低声说 爸 你出来 我有事跟你说 到了车里 我这才开口 那对母子 现在是统一战线了 这才办你而已 再这样下去 爸 我真担心我妈 会听周耀祖的话 把咱们两个赶出去 我爸有些迟疑 这不能吧 我抿了抿唇 爸 难道你现在还看不出来吗 周耀祖早就站在我妈那边了 我妈也是 就因为她生不出儿子 所以对周耀祖 也是死心塌地 我再次压低嗓音 用严肃的语气说 我们两个再不做点什么 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我爸神色变得警惕 我偷偷告诉我爸 其实我这半年一直没敢松懈 我现在绝对有能力进公司 爸 公司要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 才能安心啊 你说呢 我爸连连点头 这当然 可是咱们怎么才能拿到公司 我现在手里有10%的股份 只要再得到10% 那我也是公司的大股东了 以后就算分家 我妈也没办法全都拿走 可是我要到哪 再弄到10%的股份呢 爸 公司那边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爸开始算账 你有10% 我还有2% 再弄到8%也行 我 灵机一动 周耀祖手里还有10% 你能弄到吗 他 我爸冷哼 他就是个白眼狼 怎么可能把股份给我 我握住我爸的手 爸 他到底是你的亲生骨肉 你试一试 不行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总之我们一定要把公司 从我妈的手里抢过来 我真的受够他了 我爸点头 我先把股份转给你 至于耀祖呢 我家把劲 周耀祖现在对我妈是一心一意 我爸刚提出和他要股份 他就告诉我妈了 我妈说 耀祖 你爸和楠楠 现在跟咱们已经两条心了 妈妈实不放心 这样 你先把股份给妈 就算你爸动手脚 他也什么都拿不走 周耀祖用力点头 好 周耀祖给我妈转股份的同时 我爸手里那2%的股份 也到了我的手里 我和我妈在庄园见面 我问我妈 妈 现在我爸手里一点股份都没有了 已经不成气候了 你打算收手吗 我妈看着我 突然问道 你是怎么想的 我 我妈一向严厉的表情 变成心疼 你还伤心吗 我垂下眼帘 摇摇头 半年前伤心过 现在已经过去了 妈 我已经不需要爸爸了 我妈点点头 那妈就放心了 我不打算收手 必须把你前路的障碍铲除才行 那个网红其实并没有怀孕 我妈给了他一笔钱 他实现财富自由 就出国了 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 这天晚上 我和我妈还有我爸吃饭 周耀祖并不在 一阵手机铃声这时响起 是我爸的 他接通电话 我则看了我妈一眼 我爸毫无征兆地站起身 什么 他在哪 挂断电话 我爸就大步往外走 我妈给了我一个眼神 我立刻追上去 爸 发生什么事了 我爸欲言又止 哎呀 雷生继续往外走 我跟在后面 爸你去拿 我不放心你 我开车送你去 上了车 我爸才说 耀祖碰了不该碰的东西 被拘留了 到了警察局 得知周耀祖不属于主犯 但要拘留十天 罚款两千块钱 不能保释 我爸现在发作不了 只能先交了罚款 又跟我一起返回家 等十天之后 我们一家去接周耀祖回家 刚到家 我爸就拿出了个大棒子 要往周耀祖身上打 我妈上前拦着 周振强你干什么 你想打死我儿子 我爸跺了一下脚 他干什么了 你不是不知道 那东西是能碰的吗 碰上那玩意就这辈子 就完了 怎么就完了 我妈不以为然 就算一辈子我也攻得起 我说了 我儿子想要什么 我就给他什么 周耀祖愤恨地瞪着我爸 像看不共戴天的仇人 我周耀祖不是普通人 我是周家的大少爷 你对我未免太苛刻了吧 我上去拦住我爸 爸 你不用管他了 我们走 我爸看到我 这才反应过来 转身就带着我出去了 我回头看了我妈一眼 继续跟上我爸 从现在开始 我们这一家 彻底分成了两派 我妈和周耀祖 我和我爸 就是这个时候 蒋文回来了 蒋文被我爸送走之后 一直不敢回来 是我妈的人 把他放回来的 我妈已经正式 对外宣布了周耀祖的身份 周家大少爷 这身份让蒋文脸上 也跟着有光 我妈还招人在蒋文周围区区 说他儿子现在想服了 他却一无所有 应该去找他儿子 可周耀祖 俨然已经把自己 当成了大少爷 他现在心里 只有我妈一个人 对于蒋文的突然出现 他是打从心里嫌弃 你怎么回来了 蒋文看着自己的儿子 变得这么光鲜亮丽 真的有阔哨的气质了 又是欣慰 又是骄傲 儿子 你现在 谁是你儿子 周耀祖冷声打断蒋文的话 我有妈 你别乱说 蒋文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开始大闹 你是我一个人养大的 你爸就给你点钱 平时根本不管你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那个女人给你什么了 你的命是我给你的 我可是你亲妈 周耀祖不耐烦的挥手 行了 刚回来就牢牢叨叨的 你烦不烦 你赶紧走吧 别被我妈看到了 我不想让她不开心 说着就叫人进来 把蒋文给丢了出去 我找了媒体去采访蒋文 你亲儿子 现在不认你了是吗 你当初抢走了 商景韵的丈夫 现在商景韵 抢走了你的儿子 这是报应吗 原本蒋文还在隐忍 但这些问题 就像是一把把刀子 直直地往蒋文的心窝子里戳 蒋文崩溃了 对着镜头大吐苦水 控诉周耀祖的不孝顺 周耀祖看到视频的时候 正在跟他那些狐朋狗友 吞云吐雾的 玩的可都是境内禁止的东西 新闻一出来 他周围的人都嘲笑他 让他赶紧滚 还说和他玩拉低了他们的档次 周耀祖吸得大脑运转不了 整个人都被愤怒操控着 找到了蒋文 我妈是在下半夜 接到周耀祖的电话的 妈 我 我杀人了 怎么办 妈 你要救我呀 我妈立刻赶了过去 和他一起过去的 还有我和我爸 周耀祖就坐在 蒋文的尸体不远处 全身都是血 蒋文死状极其惨烈 身上被捅了好几十刀 我妈本能地捂住我的眼睛 我爸已经冲过去了 像是要把周耀祖打死一样 混小子 你这是惹了多大的祸 我拿开我妈的手上前去 爸 你别生气了 你不用管他 反正你都说了 以后你只有我这一个女儿 你放心 我们把公司抢过来 让他一无所有 我爸一巴掌 狠狠甩在周耀祖的脸上 我没你这个儿子 我现在就报警 把你抓起来 周耀祖清醒了 他冷冷地看着我爸 你要让我一无所有 周振强 你也去死 没有人可以抢走我的东西 没有人 他一把抓起一边的刀子 一刀一刀往我爸身上捅 我妈拽着我出去 直到警笛声响起 周耀祖被带出来的时候 手上戴着手铐 他看到我妈崩溃大哭 妈 你要救我呀 我妈含泪点头 放心 妈妈一定想办法救你 我妈和我回到家 坐在沙发上 一时之间谁都没有说话 许久之后 我才开口 妈 一切都过去了 我妈点头 第二天 我妈就带着律师 去看周耀祖了 但周耀祖情节严重 杀母是父 就算是顶级律师 也帮不了他 最后周耀祖被判了死刑 执行死刑的前一天 他还要见我妈 我和我妈一起去了 周耀祖痛哭流涕 跟我妈说 妈 下辈子我要做你的亲生儿子 你等我 我妈没说话 最后看了眼周耀祖 带着我走了 一日 周耀祖执行了死刑 我妈也给我爸举行了葬礼 葬礼结束 只剩下我和我妈 站在我爸的墓碑前 但我们两个谁都没说话 回去的路上 我妈才说 你那个策划案做得不错 正好暑假 这个项目就交给你负责了 我点头 虽然一切都过去了 但我妈对我依旧严厉 因为只有这样 我前面的路才会越来越平坦 而我 绝对不会让我妈失望 也不会让我自己失望 全文婉感谢观看